今年2月3号 毒火车在东巴勒斯坦城爆炸的情形 让居住在附近的希拉里弗林特记忆犹新 在对毒火车车载有毒气体进行所谓受控释放后 附近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来弗林特家进行了检测 结果发现他家屋内已经被污染 除了致癌物丙锡酸一星脂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氯乙锡二鳄英 这些都是从毒火车泄漏或者燃烧产生的有毒化学物质 即便如此 美国环境保护署依然表示 当地居民的住宅是否受到污染需要更多评估 而直到现在 美国环境保护署仍拒绝对当地居民的住宅进行检测 弗林特在2020年曾被确诊患上肾细胞癌 索性治疗非常成功 但因为有过肿瘤病史 他更害怕环境污染 弗林特说 最近他的手臂眼周又出现无法解释的瘀青 自毒火车事故发生后 呼吸系统问题和不明原因疲诊一直困扰着他 政府及铁路公司对环境污染治理的不作为 让他终于在近日下定决心离开世代居住的东巴勒斯坦城 希拉里弗林特已经被迫决定离开东巴勒斯坦城 但是还有很多东巴勒斯坦城的居民 却不愿或不能离开家乡 他们仍然在苦苦等待一个解决方案 当地居民表示 七个多月期间 他们很多人都生了病 而且症状持续 针对美国环境保护署声称 要进行二次检测仪式 当地居民表示 信任无从谈起 他们让他在线上 放出一天 他们要 af respecto 他们在境迫 是七个月内 再次 我认识 他们要说 they're now going back and double-checking 我犯下 不是 随随 Mass 公司 τ Miami 继续 进行 我犯下 还有居民表示 因为毒火车事件 他们的房屋价格受到很大影响 导致他们没有能力卖房搬家到其他地区 他们要求能有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你使用了一家训练花扬 我请问我们要不要放外出 不要还稳定 我们的内部购车 去买写的不是要求 我们要写客 所以在这个设计